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庭院里面都是花花草草的 非常耀眼 非常美丽 好美啊 我们再来看 手捏着这个莲花 这个雕像 为什么要拿着莲花 为什么要拿着莲花呢 是一位 据说呀 曾经 这个佛祖出生的时候 也是踏着这个莲花而来的 连他的 他走路的脚印 也会出现这个莲花 就是所谓的脚踏出莲 那我们就 这个莲花呢 我们叫做佛守张莲 它也是代表一个圣洁的意思 所以佛教呢 他们就一定用这个莲花 不是别的花啊 好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佛塔 这个塔呢就叫法华塔 那我们看到它的底座啊 底座呢是四周 而且是多边形的 是非常有规律的多边形 我们看到这个层次啊 这个塔的层次呢 是一共是七层的 它为什么只要一定要是七层呢 为什么一定要是七层啊 因为这个塔呢 主要是 主要是 主要建筑是单树的 而不是双树的 不能用双树的建筑来建 那为什么只一定要用这个单树呢 曾经 古时候呀 他们这个佛教 他们建筑这个法 这个佛塔 主要是用来 蒸放这个高僧所 高僧舍利的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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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就用这个 就用这个单树向的来建筑 哦哦 你们可以拍拍照啊 拍拍照啊 对 花花草草的 非常的自和 非常的美丽啊 那我们也能看到这个自在庭里 有这个池塘 那这个池塘里的水呢 能让这个庭院 充满这个灵气 这个水里面有鱼吗 有 必须有 那 然后这个走廊 为什么好特别啊 弯弯的 这个走廊 它弯弯曲曲的 而不是直的 那为什么呢 那他们这个建筑的方式 主要是想要告诉我们这个 嗯 景致无处不在 这也是佛 佛教的一个 另一个的 宣传方式 嗯 那我们继续来讲 俗话就是 比如说有什么省畏 这样子 就像四面里面 我们可以随便看看啊 随便刮绳 刮绳 照照相啊 这个庭是拿来做什么用啊 嗯 这个庭啊 这个庭呢 主要是用来 让 那个旅客人 来 休息的地方 呃 让旅客们 呃 欣赏这个 自然的美 自然光 好 嗯 这个下面 这个是什么动物 呃 这个是 银鼠 嗯 这也是跟狗族有关的啊 也是 嗯 他们不杀生 也就是行善的 嗯 好 现在呢 呃 有客人 自由 休息一下 自由休息吧 一晚